这一讲我们来上一次矩阵的习题课 我们着重介绍一下矩阵运算的一些技巧 我以例题来展示这些技巧和方法 第一个例题 设AB均为N阶方阵 且A方等于A B方等于B A减B的平方等于A加B 我让你证明 A乘B等于B乘A等于0 大家看一下我给了这么几个等式 A方等于A B方等于B A减B的平方等于A加B 我们脑袋里先闪A减B的平方 A减B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A方 减AB减BA加B方 你不能是减2AB 因为A称B不等于B称A 是吧 然后呢 你注意这个左端有一个A方加B方 A方等于AB方等于B 又等于A加B 所以实际上由这第一个式子 我马上就得到了 AB加BA等于0了 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这样 我怕这个有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写一下 它应该等于A方减AB减BA加B方 对吧 你就去乘一下 乘完了就这个了 如果AB和BA可以交换呢 它就有那个公式了 A方减2AB加B方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交换 所以我就写两个 而这个式子呢 已知告诉你 它告诉你A减B的平方等于A加B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它俩相等了 那么这俩相等 大家看一下 这个它还有一个条件 A方等于A B方等于B 所以实际上就是 A减AB减B A加B等于A加B AABB消掉了 那就是负AB减BA等于0 也就是AB加BA等于0 AB加BA等于0 也就是AB等于负BA 看要求 它让你证的是 AB等于BA等于0 我现在证明了 AB等于负BA 同学们看一下 就是你要是 这个稍微走走脑子 或者说有一点 就是很简单的一点感觉 就是AB等于BA等于0 这让我们证的 我现在的结果是 AB等于负BA了 我说我只需再整一个东西 这个等式就出来了 AB等于BA 如果AB 既等于负BA 又等于正BA 你马上就得出来了 它只能是什么 0 所以我下面的任务 就是来证明 AB等于BA 同学们 我们现在能用的结果呢 是这么几个 我还是从黑板上给你写一下 可能这样你看起来会好一点 A方等于A B方等于B AB等于负BA 我现在已经有这三个等式了 是吧 因为那个 那个A-B的平方等于A加B 已经变成它了 所以我们就用这三个 我现在的任务呢 是要证明AB等于BA 我来做了哈 AB A可以写成A方 那么它呢 又可以写成A乘AB A乘B呢 可以等于负的B乘A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矩阵乘法有结合率 我再让它俩结合 它俩一结合呢 又是AB AB又等于负BA 所以它就等于BA乘A 对不对 是这样吗 看出来这一步了吗 我让它俩结合 A乘B等于负BA 负号没有了 负BA BA 那么负BA 又可以写成BA方 BA方又等于BA 证完了吗 大家看两头 看两头 我说这个数学啊 做数学就和变魔术一样 说变 哎呀 那个袖子里头就出来鱼了 什么出来什么鸡了 很小的孩子会就会回家 给他爸爸开玩笑 说爸爸你也变个鱼 出来我们就可以吃鱼了 其实你应该知道 如果袖子里没有鱼 那个鱼是变不出来的 唯一的一个技巧 就是它的动作的那个快和敏捷 使得你以为它袖子里没有鱼 就出来了 做数学是一样的 这就相当于是我藏在袖子里的鱼 我说了一个变 AB就等于BA了 我现在把我变的过程擦了 你自己再去变上它 AB等于BA 这种东西呢 其实这就是我要讲的 矩阵运算的一些技巧 它没有什么 你就是来回的这个 像这种感觉和这种能力 你必须得多做才能有 AB等于BA 我证完了 所以我说就有AB等于BA等于零 就证出来了 这个证明就完成了 这里头呢 我有一个 我说有一个变 你自己去变一下 我就不再多说了 给一个练习和它有点类似 AB为NJ方阵 且A方-AB等于E 我让你填空 AB-BA加2A的质 我这是A这是质等于多少 就其实我就给了一个等式 A方-AB等于E 你要是快一点 就是A乘上A-B等于E 马上就知道A是满质的 因为A可逆嘛 而且它的逆就是A-B 对不对啊 A是满质的 所以你就 你其实你心里也有一个想法 如果这个东西等于零最好了 它等于零 它就等于22A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这个具体的做法呢 你可以先做一下 然后再来看我的 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空填N 这个空填N 第二个例题 设A为NJ10对称阵 B为NJ10反对称阵 且AB等于BA A-B为可逆阵 证明A加B乘A-B的逆 为正交矩阵 这个题呢 最后的这个落脚 是让你证明这个矩阵是正交矩阵 大家知道 我要证明一个矩阵是正交矩阵 我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按定义做 按定义做就是这个矩阵的转置 与它本身相乘 也就是A转置称A等于单位阵 我就说它是正交矩阵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矩阵它的行向量 是正交单位向当组 列向量组 也组成正交单位向当组 那就这题来讲呢 显然不能用方法二 我们就要用方法一 我要来证明 它的转置与它本身相乘 成完了等于单位阵 我把这个打出来之后呢 同学们就应该看到了 我的我讲这个题的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来讲矩阵的运算技巧 运算技巧 大家看 A加B乘A减B的逆的转置 有一个东西解释一下 就是讲逆矩阵的时候说过了 这个A如果可逆 A逆的逆是什么 我们知道 开不等于零 开乘A的逆我们也知道 A可逆B可逆 A乘B的逆我们也知道 A转置的逆也知道 唯一一个没给公式的就是 A加减B 我当时说过了 A加减B的逆等于什么 我不知道 不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 所以我这个题呢 我首先跟你说明 你要注意 A减B的逆 这个东西是不等于它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拆 这是一个整体 你要把这个东西划走 你只能是 左边有个A减B 它等于E了 或者说右边有个A减B 它也变成E了 别的方法没有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就这一点呢 大家要记好了 好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大家看这项不能动 你只能看作一个整体 对吧 但是这个转置号可以进去 按照转置的运算 它应该等于 这一项的转置 去成它的转置 对吧 你转置有道的吗 这个东西我没动 大家再看 转置和这个逆的符号 是可以换一下的 是吧 这两个 这两个是可以换的 这是我们的公式 而转置这个号是可以分进去的 分进去之后呢 大家现在我们看 实际上这个转置号 也可以分进去 再看 它给我们一个条件 A是对称症 A转置等于A B是反对称症 B转置等于负B 所以我再做一下的话 这边就是A减B 我把这个转置号进去 就A转置减B转置了 对吧 A转置减B转置 A转置是A B转置是负B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A加B 这个地方有一个逆 A减B A加B A减B 好 现在这个很讨厌 就是你看 A加B的逆 它跟着A减B 然后呢 A加B跟着A减B的逆 所以这两个要能交换就好了 对吧 这两个要能交换 就得有一个条件 AB等于BA 当AB等于BA的时候 我们知道 A减B乘A加B就等于A方减B方 A方减B方 我们再重新分解 也可以写上A加B乘A减B 是不是这样的 就导过来了 这是一种导法 还有一种呢 我用最笨的方法导 我把它乘进去 一个个乘 你看A乘A A乘B 减掉B乘A 再减掉B 是吧 因为这 这两个是相等的 它俩抵消了 然后你就变成再往下做 就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再分解 我是用最笨的方法 成金器再分解 然后这样做的 这时候就知道了 这是E 这是E 它等于E 那么这个正交矩阵 我就证完了 这个题呢 我就是从头到尾 讲的都是矩阵的运算 转质运算 逆运算 核运算 什么 差运算 没有别的 就是用这个呢 给你复习一下 矩阵的运算 规律 这是第二个题 第三个题 第三个题呢 我们是 你看一下 后子就知道了 我们来设计一下 A的N次N的求法 我们先来做这个 α是这个 α 我因为这个向量上 打了个转质号 就知道了 α是一个列向量 α 其实因为我那个屏幕上写 横着 竖着写不好写 我把他横着写 打了个转质 实际上这是α 他给的A呢 是α乘α转质 大家看一下 α是10-1 α转质就是10-1 对吧 这是3乘1的 这是1乘3的 所以这个A是多大的 3乘3的 是3乘3的吧 A是一个三阶方阵 他让我们做A的N次N 因为A是三阶方阵 所以它的N次N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来做了 A的N次N就等于 αα转质的N次N αα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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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是N个 同学们看一下 α是一个列向量 我也可以把它看成列举阵 所以呢 列举阵 航举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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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阵成法有结合率 所以我可以让 航举阵和列举阵结合 航举阵和列举阵结合 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看啊 α转质 称α 转质就是10-1了 10-1 大家看 这是1乘3的 这是3乘1的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做完了 应该是一个数 它是1乘1的 就变成一个数了 而且这个数 我马上就知道了 它是几啊 2 是2吧 看出来没有啊 101 对吧 负1乘负1是1嘛 所以它结果是个2 那所以我做这样一个结合之后呢 同学们看一下 这中间这就是2了 对吧 也就说因为这个东西 等于2固有它 就等于两两结合 这总共是n减一个 是n减一个吧 所以有一个2的n减一次方 乘a a乘出来 你摆着a 你自己做一下 然后所以最后a的n次方 就等于这个了 那么这个题呢 是借助于一个技巧 航向量与列向量的乘积 最后是一个数 这个数呢 就可以提出来了 所以你的a的n次方呢 就变成了这个数的n减一次方 与a的乘积 与a的乘积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题呢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作为一个结果 记住 我再推广一下呢 它有一个更一般的形式 假设α是n乘1的 β也是n乘1的 我令a等于α乘β转制 那么我就有一个结果 a的我先写a的平方 等于一个数a乘n 这个a是谁呢 a就是α转制乘β 其实它也等于β转制乘α 你自己做一下就知道了 a的三次方呢 就等于a方乘a 一直下去 a的n次方 就等于a的n减一次方乘a 这个结果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种形式的a 再说一遍 这种形式的a 我们做什么都做得不狠 就是都没有 就是说 我可能 我不能拍着胸脯说 对你这个a我能做什么 说不太好 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他 甚至你的这个动作快 就是你那个眼睛快一点 或者反应快一点的话 这个a你口算就出来了 只是这个a稍微动动手 就是说这个公式 要牢牢的把它记住 就是对这个a 做它的平方三次方 n次方 我这做的最6了 我上来就可以摆给你 然后我再慢慢的去算 把这个记好了 好了 我先提问题 就是an的求法 你记住这个 还有一种求法呢 我用这个例子来给你 a等于它 我让你求a的2004-2a的平方 这个a不像刚才那个 你可以什么拆拆并并了 没有什么办法 拿到这个怎么办呢 我先做a方 我先做 没有办法 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个a方 我也只能试试探探的做 我就先做a方 做完a方之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成我就不给你成了 你自己成一下 就是它 一看它呢 我们这个心里就有点乐了 这是平方 我再做一个 就是我让平方和平方相乘 也就是a的四次方 就是两个这样的举论相乘 我们就知道 成完了是单位阵了 当它a的四次方是单位阵的时候 2004就出来了 因为2004等于a的四次方乘501 就是a的四次方的501次方 a的四次方是单位阵了 你这别说501了 你多少都无所谓 它还是单位阵 所以这个题其实就最后就出来了 它就等于单位阵减掉二倍的 它最后就做完了 实际上这个题的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一种归纳的思想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已经用归纳法给大家做过 a的n次密了 我今天又讲一个例子呢 就再强调一下 再强调一下 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个例子吧 就是a等于cosα负3α 3αcosα是吧 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大致是这么一个题是吧 我让你 我做过a的n次密了 而且我是用归纳法做的 我今天讲这个例子呢 再强调一下 归纳法做a的n次密 那么在这个黑板上 大家就看到了 我就至少给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矩阵的n次密 还有一个用归纳法做a的n次密 再来看我们的问题 an的求法 我至少给了两种方法了 一种就是我那个特殊的 一个特殊的a等于α乘β转 对吧 还有一个对一般的n阶方阵a呢 我们也用归纳法求an 把这两个记好了 a的n次方的求法呢 还有一种求法 我们要到后头一张相似对角形的时候 再介绍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设a为n阶非其一阵 这个例子呢 稍微难一点 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呢 又给大家再介绍一种矩阵的运算 b为常数 设q等于aαα转至b 证明q可逆的冲要条件是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 a是n阶的 α是n乘1的 α转至就是1乘n的 b是一个常数 所以你就知道了q应该是n加1阶方阵 我让你证明这个n加1阶方阵可逆的冲要条件是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一个矩阵可逆 充分比较条件是它的行列是不等于0 它是满质的 它可以写成一系列出增矩阵的成绩 一大堆都可以背上来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q可逆 挡价于它的行列是不等于0 这个东西来证 我就来做 我首先来计算q的行列是 怎么计算呢 我这样做 看好了 a是非其一的 故a逆存在 也就是说a的行列是不等于0的 因此我就有这个等式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等 我领了你乘一下 1乘a是a 0乘α转质是0 所以这个地方是a 1乘α是α 就是1乘α还是α 因为α是列项 你看这是n乘n的 这是n乘1的 乘完了还是n乘1的 还是它 看这个 负α转质a乘a 那就是负α转质了 再加上α转质 所以这个位置是0了 后头 负α转质a乘α 1乘b 所以就得这个了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等式 可能有同学问 老师你这个矩阵是怎么来的 我一会会介绍 我们先把这个题做完 那么做到这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矩阵 就是分块三角阵了 分块三角阵的行列是 等于主对角线上的 那个小块的行列式的成绩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等式两边取行列式 大家注意这个行列式 这个矩阵的行列式是1 因为它是分块三角阵 它的行列式等于这个单位阵的行列式 去乘1的行列式 1的行列式就是1 所以两边取行列式 就左边就是q的行列式 右边是a的行列式 乘上这个数就等于它 所以q可逆 充分比较条件 q行列式不等于0 充分比较条件 就是这个数不等于0 这个数不等于0 也就是b不等于它 我的结果就正完了 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可能同学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这是我讲这个题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 也就是两句话 我在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好好听 我假设a不等于0 如果a不等于0 我用这个a 可以把下面这个c画成0 怎么画呢 r2减掉a分之cr1 第一行不动 第一行乘上负的a分之c下来 乘上负的a分之c 就是d减掉a分之cb 是不得这个 就是我做一个初等行变换 就可以把它画成这个了 那么这个呢 我现在从这个矩阵到这个矩阵 我用的是箭头 我要把它写成等式 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变换作用在单位矩阵上 把这个变换作用在单位矩阵上 那就是10 第一行乘上负的a分之c加到第二行 就变成这个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就拿这个矩阵 这就是我们要的初等矩阵了 是吧 初等矩阵去左乘它 abcd 去左乘这个矩阵 10负的a分之c 1 乘完了 它就等于ab0 d减a分之cb 我直接写等式 依据的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定理 结论就是 初等行变换等于左乘初等矩阵 初等矩阵怎么找呢 把你做的初等行变换 作用在单位矩阵上 你若觉得不放心 说我怀疑 那你就乘一下 看一下 a0是a吧 b0 b吧 然后负的a分之c 去称a就等于负c 这是c 所以这个地方是0 负的a分之cb 负的a分之cb 然后这个是d 对不对 好 对于 对于二截方阵 我就可以这样做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a α α转至b 这个不是二截方队 它是个分块的二截方队 对吧 尽管它只有两行两列 但它每个元素都是一个矩阵 它是分块的 你能不能 你看 这说a不等于0 对着我这边a可逆 对吧 你这个地方呢 你是写的a分之c 实际上这个a分之c的写法呢 还可以这样 c负a你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写成c a你b 对不对 可以这样写吧 可以写成这个 你能不能对着这个 把这个题 左边这个矩阵 找出来 会找吧 我也是第一行乘商 你这个地方不能是乘负 你是乘负的 你不能是a分之什么 你只能乘any 对不对 你应该是α转制乘any 你注意矩阵的运算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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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交 不满足交换率的特性 你要把它消成0嘛 你就得 让第一行乘商any 对吧 any 再乘商α转制 所以就应该是负的α转制 any 它乘 你相当于左边 你放在左边是左边乘嘛 然后这个是不动的 这个地方是1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个数字1 我这个就是这么找出来的 你可以先对着一个二阶的 去这样做 然后对着它们 你1就对的是1 0对的是0 cany 我的c是α转制 any就是any 1就是1 看见没有 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 我把这种方式呢 叫做一个 分块初等矩阵 和初等变换的关系 分块矩阵 我没有讲它的初等变换 也没有讲分块的什么 初等矩阵 是吧 所以呢 就严格意义上说 它是这种东西的一种推广 一种推广 这种推广呢 因为我保证 它是一个等式 你也就可以做了 那么怎么走呢 你从这来 你对照着一下 你就对着我这个黑板 你到时候去看一下 体会一下 这种方式呢 因为你这样 这样做完了之后 它的结果是Aα0 B减掉 α转至anyα 本来是这个矩阵 我做了这个变换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位置变成0了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们也把它称作打动法 我给矩阵打了一个动 一打这个动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矩阵 这种呢 就比较好用了 比较好用了 我们那个白皮书就是那个学习指南上 还有几个这样的例题 你要感兴趣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也是属于比较困难的 就是比较难的一种东西了 对非数学类的这个同学学现代说呢 我们不做高要求 你感兴趣就做一下 因为我作为习题课 我把这个方法介绍一下 你自己去看一下就行了 好 这个例题讲完了呢 我们这个关于矩阵的习题课呢 就我就上到这儿了 因为一节习题课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包过进来 我就剪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做一下矩阵的运算 那么在这个里头呢 其实我是讲了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那个最基本的 矩阵运算的技巧 讲了两题 还给了你一个练习 然后呢我中间讲了一个A的N次方的求法 最后呢我又讲了一个这种打动法的这种东西 你自己呢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好 关于矩阵的这个CT课呢 你可以反复看 我所介绍的这些方法和技巧呢 你好好的这个体会 用心体会才能这个掌握住